台上學員賣力演出展現學習成果 中山社區大學在榮興花園盛大舉辦 璀璨20亮麗中山成果發表會 學員將所學的知識、技能與才藝 透過多元繽紛的演出與展示 展現師生們的創意與熱情 今年社區大學112學年度 今天正好也是成果展 我們也正好是社大成立20週年 所以我們用璀璨20亮麗中山這個名稱 是為了慶祝中山社大以公益成立學校開辦20週年 那剛剛我在開幕的致詞講過 我們會把今天意賣所得 全數兼給稻薑附加學生的教育儲蓄戶 來幫助學子們能夠更有機會向學 因為平常開課其實在學校開課都是200門左右 那有動態跟靜態的 那今天當然是選動態在舞台上表演 靜態的話呢我們有搭了40個帳篷 也就是義賣的部分 那學員們都很熱心參與了 雖然天氣這麼熱 可是呢每一位學員都希望說出來這邊呢 可以呢把社大也行銷給社區大家 除了舞台上精彩演出 舞台下更有超過40個攤位 像是水墨 彩繪 花藝 手作 芳僚等課程 藉由成果展示 讓社區居民了解社大多元豐富的課程 我是禮拜二歐式花藝好好玩的老師王秋雅 然後我在星期四的時候也有開乾燥花的課程 歡迎大家來上課 我們今天呢成果展裡面呢 有準備了尤嘉莉 然後呢還有呢我們的玫瑰花 來看一下來 我們的玫瑰花 像手作的課程 我們通常的話呢 老師呢通常會準備花材 那當然我們在簡章裡面呢 我們會跟大家講說 收費的標準是什麼 我們會訂出一個標準出來 所以呢你們也可以在社大的網站上面 看到我們的收費標準 那當然做完的花藝的一些作品呢 我們也是呢讓學生帶回去 所以呢來上課的話呢 可以呢帶自己的花回家 帶自己的作品回家 那我們和風小物主要是跟 中山社區的六桃通合作 那我們這邊的話是以 日本的那個五湯或者說其他的小物 可以帶在身上飾品然後出去的 像我頭上這個就是自己做的東西 那我們比較是屬於說就是 也會廢物再利用 那我們在現場的話就是 把扭蛋做成風鈴 讓大家來彩繪這部分 那我的東西大部分都會有時候 會自己在創作 然後變成自己獨有的特色這樣子 現場校長更頒獎給教學20年15年 以及10年的職神教師 感謝與社大一同成長 未來中山社大也將與社區 有更緊密的結合 在民國107年的6月份呢 立法院公布了社區大學發展的條例以後呢 社區大學呢 從地方知識呢 再造 中山的學習場域以外呢 更積極轉換為地方創生跟在地經營的基地 也就是說 社區大學不再只是單純的 讓學員進學校來休息 就是說社大必須跟社區有更多的結合 像你們中家呢 也開課到我們學校了 非常感謝呢 我希望呢 在未來我們有更多的機會 可以一起合作 可以一起把這個中山區呢 帶上呢 更高的一層樓 今年台北市公用頻道也和中山社大合作 推出影像製作培訓課程 邀請民眾用影像記錄生活 推廣媒體禁用 公用頻道它其實有一個最主要的任務目標 是強化地方性的議題討論 那今年我們就跟台北市的各社大 有一些密切的討論跟合作 包含像今天我們來到的中山社大 那在中山社大這次合作上面 我們有分課程的討論 然後課程的工作方 以及就是另外一塊就是我們的影片增見活動 那我們透過工作方的形式 鼓勵同學們 把他們的課堂作品 甚至他們關心的事情 錄製成一個3到5分鐘左右的影片內容 然後拿到我們的增見比賽活動上面 然後去進行競選去爭取更高的獎金 那我們期待未來這個策略 能持續的跟中山社大 有更廣泛的合作 跟增見投稿的部分 來強化我們公用頻道節目的多元性 跟議題性 我們增見活動預計是到8月底前截至 那我們有顧慮就是說 除了中山社大之外 其他的社大也歡迎就是 他把影像課程的作品 來投到我們的增見比賽活動上面 那我們也期待就是說 如果有更多需要合作的地方 也歡迎找公用頻道一起討論 藉由學期末的成果發表 不只讓人看到學員們 豐富多元的學習成果 也展現出社區大學 提倡終身學習的精神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